那下个我们就来看一下8022关于主体的问题 主体这一部分呢也很有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啊 那么他呢包括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其实在整个案件当中 他不限于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还有什么 其实是三类主体 还有什么 还有参与人 这参与人呢 比如说包括证人了 鉴定人了 勘验人了 所以这些是三大类 但是我们参与人呢 教材当中没有涉及到 所以只是说了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那我们就按照教材的这个流程来走 好那当事人呢 它是一广义的概念 它其实呢又包括狭义的原告和被告 又包括共同诉讼人和第三人 是做了一个当事人的扩大解释 我们一个月来说啊 首先原告 这个很容易对吧 我告某位学员 我是原告 这位学员是被告 对不对 那实际上在法律规定框架之内呢 也对原告和被告有进一步的要求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 啥叫有直接利害关系 换言之是这个 我告的这个学员 他给我造成了实际上的 人身所害或财身所害 他打了我说王老师讲的 我实在是我忍无可忍讲课 我于是给王老师一顿痛打 你把我打得三级残废 那我可以告你 对吧 那我这个时候 我提起人身侵权的诉讼 我属于原告 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说某位学员在电脑前 挥舞了一下你的拳头 也没有打着我 你也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人身伤害 或者名誉损害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告你 可以吗 不行 我不算作是这个案件的利害关系人 所以必须是造成实际损害的 才是原告 好 第二个呢 就是被告 被告呢 他的要求两个字 明确 有明确的被告 什么意思 说王立学老师啊 我瞅着今天 我说北京的雾霾很严重 晚上都找不着星星啊 看不着 于是我就告星星啊 告星星 告月亮 告太阳可以吗 不行 他们不是明确的被告 当然了 现在咱们也可以去月球 那儿挖点土了 但是呢 也不能说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起诉月球 对吧 所以目前啊 像这种星星月亮啊 这都属于不属于明确的被告啊 说我告新冠的 那也不行 他不是明确的被告 说我告张军老师 林老师啊 那没问题啊 这是明确的被告 好 原告被告 很容易说了 对吧 然后下一个 共同诉讼人和第三人 先一个个来 共同诉讼人 在这儿你要知道 共同诉讼人实际上分为两类 一个呢 叫共同诉讼原告 那我们简称为共同原告 还有一个就是共同诉讼被告 我们简称为共同被告 第一被告 第二被告 好 那为什么会把原告和被告放到一块 叫共同诉讼呢 实际上是因为两个案件 它们存在一定的关联 那么针对标题 要么是同一个 要么是同一种类 所以法院呢 为了辩解方便 对案件进行合并审理 于是才有了共同原告 共同被告的意思 那么所以共同诉讼 它的前提是 多个案件 法院呢 对它进行合并审理 还有什么 是标的物 要么是同一个标的物 要么同一种类标的物 好 这是共同诉讼 我把理论讲完了 下面我给你讲一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 对吧 在第二章第二节 讲施工企业存约资格制度的时候 讲四个禁止 对吧 禁止无资质承栏工程 超越资质 借出资质 借入资质 这四个禁止 就提到过这个 对吧 然后在第三章第二节 讲各种包 发包 承包 总承包 分包 什么也讲过 好 这个图 我们再回顾一下 那就是 对于无资质的主体 比如说我假设 假设专业分包单位 他没有资质 对于无资质承包单位 他没有资质 那么他与其合同 相对方所签订的合同 本身是无效的 与总包单位签订合同 无效 他俩之间 但是活干了 工程质量也合格 验收合格了 没问题 但是拿不到工程款 怎么办呢 于是这个时候 法律帮助他 专业分包单位 你可以起诉总包单位 虽然合同无效 但是法律 从法定的角度来保护你 没有约定权利 但你有法定权利 于是专业承包单位 可以来告总包单位 这时候法律又说了 你还可以把发包人 一并告了 发包人 在他欠付工程款的范围之内 来承担责任 假设说发包人 欠总包人 比如说80万 总包欠专业分包 比如说100万 好 于是发包人 就在80万的范围之内 对专业分包单位 承担责任 好 这个时候 专业分包单位 又告了总包 又告了发包 那总包是第一被告 发包是第二被告 于是在这个案件当中 那总包和发包 就是共同诉讼 被告人 简称为共同被告 第一被告 第二被告 好 这是一个小例子 没完 接着来 刚说共同被告了 再来共同原告吧 说呀 这个总包单位 不仅欠了专业分包单位 钱 还欠这个劳务服 帮单位 于是劳务服 跟这专业分包 他俩一商量 说咱俩一起起诉总包 没问题 所以呢 他俩又成为什么 他俩又成为共同原告 这是第一 比如说这是第一原告 这是第二原告 他俩起诉总包的时候 又一并 又把这发包人又带上了 于是这个案件 就比较复杂了 又有共同原告 又有共同被告 他们之间之所以能够合并到一个案件中心审理 是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工程项目之下 有共同的标的物 或者标的 有物是标的物 对吧 有的行为是标的 有共同的标的或同一种类的标的 所以这样一个案件可以合并审理 大家说的其实都是一个事 这叫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 那我们统上位叫共同诉讼人 这好说了吧 这跟我们工程实践非常相关的 好 共同诉讼人讲完了 然后再说第三人 还是一样的逻辑 先讲理论再举例子 第三人呢 他又分为有读三和无读三 就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那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呢 可以就这个案件本身提起诉讼 专门再提起个诉讼 或者参与到这个诉讼当中去 但是呢 对无读三只能够申请参加到现有的诉讼礼 或者法院通知他参加现有的诉讼礼 好理论是这么个理论 但是好像有点抽象啊 我再举个例子啊 那这个例子是不是也很熟悉了 我们来看啊 在讲到担保第一章 第七节担保法律制度的时候 讲到抵押权的实现 有他实现的这个优先级的问题 对吧 就讲过这个图 又到了第四章第一节 讲合同总论的时候 跟钱有关的合同内容的时候 又讲过 对吧 优先级排序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把这个例子第三次出现 我就不讲具体背景了啊 直接单刀直入啊 那就是建设单位 他欠了A B C D E 这么五个债主 五个债权人的钱 分别是三百万 一百万 二百万 一百万 一百万 一共八百万 好 如果建设单位啊 比如他是A B C D 他是F吧 如果对于这个F 他手里就有八百万 好的 A B C D各得其所 不需要打架 但如果建设单位 他只有 比如说二百万 或四百万吧 那么这几个债权人之间 不可能所有的债权人 都拿到各自的 这所有的权利实现 对吧 于是债权人之间 要分个优先级了 优先级怎么分呢 之前已经讲过了 对吧 已经登记的抵押权 谁先登记 谁后登记 未登记的抵押权 谁签约 早签约 晚签约 以及没有抵押 就普通债权 对吧 我已经按照这个阶梯排下来 这个优先级了 下面进入到这个案件当中 想第三人了 那就假设说B B是银行 B银行 他按照规定制度办事 说F你在两年或三年的 期限之内 你没有还我这一百万 于是我向你提起诉讼 这个消息呢 这个消息呢 被E知道了 E呢 是个普通的一个企业债权 那么 F欠E 一百万 他说呀 那B银行 如果向F起诉的话 那万一这个钱都被B银行给拿走 可怎么办呢 于是 我也要提起诉讼 或者参加到这个诉讼当中来 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俩都是债权人 问题是他们参加的 这个案件当中 他们能够是共同联告吗 是共同诉讼人吗 不是 因为标的是不一样的 刚才说的都是工程这个标的 对吧 有总包有分包 而这个你看啊 F建设单位 他欠银行币 是因为这个向银行进行贷款 真金白银一百万 对吧 但是F跟企业E之间的这一百万的债权 他不是直接的借款 也不是直接的企业拆借 而什么呀 比如说E吧 他是某设计院吧 那他们俩之间是有合作的 那么F你违约了 所以咱们约定一百万的违约责任 所以你的这比一百万和此一百万不是一回事 完全是两码事 但是呢 这个对E来讲 那么他有就进制单位的财产 享有独立请求权 于是在B向F起诉的过程当中 对于E这个借设计单位 设计院 他就可以作为有读三参与其中 那我先生说老师啊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ACD是不是也是有读三 没错 都可以是有读三 只是我举了这么个例子啊 为了区分 因为他们标的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标的物和标的种类 这样更容易区分 那就是换句话说 ABCDE都是可以是有读三 没问题 对吧 因为他们这个种类不一样 标的的这个类别也不一样 下面还有再说个举例子 说个无读三吧 比如说除了这F之外 还有个G G啊 比如说 就不是进制单位欠G钱了 他的债主是这五个 是G欠进制单位的钱 所以说G欠F钱 F欠ABCDE的钱 这样一个流程 大家可以知道了 那G在这里面 法院受理了B向F起诉的这个案件 他可以通知G参与诉讼 为什么呀 他这时候以什么身份参与 以无读三的身份参与 法院为什么要通知G来参加 因为法院指导说 我对这个建制单位F进行了这个账目清算 发现他压根就一分钱没有 于是呢 我就把G叫过来 他作为无读三 他本身对F没有独立的这个请求权 因为你是债务人 G是F的债务人 他对F本身当然没有请求权了 他欠他钱呢 他不是债权人 只有债权人才能够对你的权利有请求权吧 那这个时候法院让G来参加 以无读三的身份来参加 就是为了方便 一旦F建制单位没有钱 好 G可以代位找他去清偿 F没钱 你G可以有钱吧 你是到期债权 我可以找你清偿 所以这里ABCDE是有读三 G是F这个案件的无读三 无读三是我对这案件本身 我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就换言之 我不是权利人 但是这案件的审判结果 跟我有直接厉害关系 一旦F败诉了 这个钱是不是得从他要包里出啊 因为他是到期债务了吗 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而且这些个有读三之间 他们对于权利的请求权 本身这个标的不是同一个 也不是同一种类 这就是区分了有读三无读三 这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的事 其实再通俗点来说 对于案件之间的关系 如果案件比较紧密 一个案件或一类案件 比较紧密关系的是共同诉讼 除此之外 就主体来讲 他有个体权利的是第三人 做一个区分 好 到这为止 这两个比较复杂 我们就把当事人都讲过了 下面还有代理人 案件当身讲完代理人是什么 在第一章第三节 讲代理法律制度的时候 我们就提过诉讼代理 所以这里面叫做代理人 代理人 他可以有基层法律工作者 最典型的普遍范围就是律师 职业律师 当然其实对于企业来讲 那么还可以尤其员工做一些诉讼代理人 只要有劳动合同就可以 那你哪怕你没有律师职业资格证书 比如单位的法务 你是可以没有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 你有单位的劳动合同 有单位的委托授权 你也可以来代理单位来出庭应诉 好 就是代理人 很简单 我就不再细说 关键点我们要掌握的就是 代理人 委托人给代理人的授权 分为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 一般授权就是一个 大体上程序性的权利 比如说进行法律 这个管辖权的意义的提起 比如说在庭审过程当中进行这个辩护 这都属于程序性的授权 如果仅写全权代理四个字的话 他们都是一般授权 所以全权代理这四个字 在代理授权委托书当中 他只能够进行程序性的一般授权 而不能进行特别授权 真正意义上的特别授权 只有这六类 这六类是属于特别授权的 你自己来念一遍 你看这六类 它跟一般授权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跟管辖权意义了 辩护了就有什么区别 承认诉讼请求 放弃诉讼请求 变更诉讼请求 进行和解反诉和上诉 这六类 那第一直观反应就是很重要 那么我们总结来讲 就是跟案件输赢 直接相关的 王口月被凡 跟输赢 跟案件输赢直接相关的 这六类授权属于特别授权 为啥直接相关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某位学员 说张三这位学员 来委托王力学老师 这时候我不是老师 假如说我职业律师 委托王律师 那么作为他的代理律师 来出庭应诉 假如说他是被告 那么原告当事人 只有当事人陈述 一直口头之诉 而没有相关的证据 其实这个时候 只要我们能够提起抗辩 我不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 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券在我 因为原告他没证据 他只有当事人口头陈述 后面我会讲证据的时候 你会更明白 但这时候 假设说在我有特别授权的前例之下 我不承认 那么我就一定是张三这位学员 作为他的这个案件本身 就一定能胜诉 结果不小心我承认了 法院问我说 张三的代理律师 王力学 说那个原告主张被告 欠其200万元的公称欠款 有这个事吗 我说是承认 托我败诉了 张三这位学员 抱歉王力学老师坑了你 所以你想这个律师 在这个这个聘请律师 委托律师的过程当中 是很重要啊 不能轻易给他特别授权 再举个例子啊 比如放弃 还是就刚才那个案例 接着说啊 接着说 假设说原告去起诉张三这位学员 原告就算他当身陈述之外 还有证据 但是他诉讼时效过了 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期 只要我能够提起诉讼时效的抗变的话 原告也一样败诉 结果我放弃了诉讼时效抗变 那我是不是又 我的这个委托人张三又败诉了呀 这王力学老师第二次坑了他 结果第三次啊 第三次再往下说 比如说这时候张三呢 他已经跟原告 之前的那个纠纷不再说啊 接着他再说 他在起诉别人 就是他是一个 这时候他是原告了啊 他来起诉另外一个 李四这位学员说 要求向李四呢 这个主张 比如说一百万元的工程欠款 或者是个人企业拆借啊 个人借贷 同时要求李四对其进行赔礼道歉 两个诉讼请求 于是我在庭审的时候 我给他变更了诉讼请求 我呀帮助张三变更了诉讼请求 说只要求李四进行赔礼道歉 一百万元的工程欠款不要了 我帮助张三进行了变更诉讼请求 李四这个乐哈啊 李四在庭审上直接说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当庭道歉 那我的诉讼请求是不是实现了呀 表面上张三是胜诉了 实际上的一百万 被王立学老师弄的打水片了 啊 变更 给张三变更了诉讼请求了 或者说张三向李四起诉 主张二百万元的工程欠款 结果把那零给抹掉了 剩二十万了 对吧 而且呢 如果张三本身不想和解 但是我帮助张三跟李四进行了和解 把二百万元的工程欠款 抹了个零 剩下二十万了 进行和解了 那损害了张三一百八十万的这个权益 对吧 还有呢 比如说虽然 这个张三跟另外一个学员之间 他是一个 做一个 比如说责任方 但是呢 对方也欠他钱 其实他也可以提起反诉 但是法院问我的时候 我帮助张三放弃了反诉 反诉这个事 我就帮他放弃了 对吧 那我又坑了一把张三 还有一个事 比如说张三一审败诉了 他不服啊 他想在上诉期之内提起二审 结果呢 这个一审的判决书在我这 我认为张三有可能不想去提起二审了 怪麻烦的 对吧 于是我帮助张三又放弃了上诉 你想想 我这可张三 获获我获获他六回 对不对 所以特别授权很重要 对于特别授权 他都是跟输赢直接相关的这六大方面 那么一定要注意两点 第一在委托律师的过程当中要小心谨慎 第二个在委托了律师之后 对律师进入授权的时候 要更加小心谨慎 总结这两点 那有的选手老师 我再给你总结一点 第三点就是一定要慎重委托王立学老师 也可以啊 所以通过举例你就能明白 不要死记应背 不要死记应背 理解这个含义就可以了 跟输赢直接相关的权限一定要慎重 光写全权代理四个字不好使 必须专门写上特别授权 好 这就是关于主体当中的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了 理论我们讲完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做题吧 好 来看这道题 这是关于当事人的题目 属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事 没说侠不侠义 如果只是侠义的诉讼当事人 就只有原告和被告了 直接说当事人 那就说还有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 那就A B D都属于吧 本题就这个全关了 下面再来看下一个 无独三其诉讼权利 能不能直接提起诉讼 他没有诉讼标的 他怎么能直接提起诉讼呢 他不是这个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 他只是参与诉讼 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跟他有利害关系而已 对吧 但这个案件的标的本身跟他没关系 所以申请提起诉讼不行 只能申请参加诉讼 现有的诉讼 提起反诉也不行 有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 可以 提起公益诉讼不行 所以无独三呢 只有选择B和D 那么我改一改 我把这个5改成有 说有独三 有独三你看看 可以选什么 可以选A和C了 对吧 但是E公益诉讼也不能限 咱们国家目前的诉讼流程当中 还不支持公益诉讼 所以A和C是有独三 B和D是无独三 这样我们把这个题改编一下 结果就不一样 学活一点啊 好 下面是关于诉讼代理人的题目 来看啊 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张某因与某施工企业发生合同纠纷 委托李律师全 全啊 关键词啊 全权代理诉讼 看看有没有专门说特别授权啊 没说 但为做具体的授权 直接写权权代理不行 那只是一般授权而已 所以刚才那六条都不算啊 他没有这样的权利 只有程序性的权利 则李律师在诉讼中有权实施的行为是 提起反诉 提出和解 变革诉讼请求都不行 只能说程序性的 提起管辖协议的程序性的权利 管辖协议刚才讲管辖的时候 我举了我个人的真实的例子 对吧 你可以理解 他程序性的权利 所以本题只有C选项了 好 还有一道题 迷失诉讼活动中 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 放弃 变更诉讼请求 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 对吧 该授权属于 那正好 刚才都已经说出来了 所以答案选择B选项 整体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所以刚才呢 我们就把8021管辖 管辖的五个种类 还有个程序 管辖选EE 还有8022 那么诉讼主体 就包括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这两部分的理论和题目 我们就都讲过了 下一节内容呢 我们就讲证据 8023 pa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